今天视频来讲讲两位本届的实惨新秀 他们虽然都获得了合同 但事情本不应该如此的 大家好 我是Terry 第一位是前二三届全美第一小前锋 来自于肯塔基的Justin Edwards 如果去年这个时候 有人说Edwards会在24年选秀大会中落选 恐怕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不可置信 因为这位费城出身的球员 高三和高四赛季都在同届中打出了顶级的表现 分别场均贡献18.3分8.3篮板和17.9分7.5篮板 帮助校队连续两年问鼎全州5A级别州冠军 他也当选过宾夕法尼亚州篮球先生 但从高中毕业加入了肯塔基之后 事情就发生了变化 24期体育著名篮球分析师表示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大学 是提升选秀价值的重要部分 肯塔基名帅Kali Perry以培养后卫著称 对于Edwards来说不幸的是 当他选择了肯塔基之后 球队阵容中已经有太多的后卫 不可避免的Kali Perry会让这些后卫来主导和运作比赛 这导致Edwards被埋没 失去信心 同时在球场上表现得不够稳定 过去的一个赛季 Edwards在肯塔基打了32场比赛 场均只有8.8分3.4篮板的贡献 投篮命中率48.6% 三分球命中率36.5% 罚球命中率77.6% 其实效率还可以 但在阵容中发挥空间真的不大 当然Edwards在联合视讯的运动测试中表现不佳 也是其落选的原因之一 虽然他静态天赋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裸足身高66寸198公分 臂展达60尺寸208公分 但32.5英寸的最大垂直弹跳和不理想的敏捷性得分 让人对他的爆发力产生了质疑 正是因为既没有靓丽的大学赛场履历 又没有出众的动态天赋 同时年龄比一般大医生还大了一岁 导致这位前全美顶级的五星高中生 一年时间沦落为落选秀 还是在这个选秀小年 但好的情况是Edwards选秀大会之后 与家乡球队费成76人签下一份双向合同 他有机会靠着自己的能力 在家乡父老面前重新站起来 有球团表示尽管Edwards的大一赛季表现不总是稳定 但他在表现好的时候 还是能凭借体型、臂展和进攻防守天赋 为球队带来积极影响 即使未来定位是一名角色球员 如果他能够将各方面都结合起来 仍然是很乐观的 除了Edwards之外 另外一位计划赶不上变化的球员 是南加大的大舞毕业生Bougie Alice 他大四赛季在南加大就有场均17.7分 3.7篮板、3.1助攻、1.4抢断的数据 去年就具备参选实力 在今年这个选秀小年参选 顺便蹭蹭Bron James的热度 没想到上赛季南加大一片混乱 战绩稀烂 就连23届全美第一高中生 大放岛的帅哥Eziac Collier 都从原本的前十顺位行情 调到了一轮29顺位 成为首轮反向榜眼 更别说数据没有明显进步 且已经年满23岁的Bougie Alice 他上赛季场均贡献16.5分 3.5篮板、3助攻 均低于前一季 虽然时不时的会有爆发之战 但作为一名大龄球员 Bougie Alice缺乏及战力应有的成文 在选秀大会落选之后 他只得到了一份来自于国王队的 Exhibit 10合同 从得分上看Bougie Alice上赛季的得分 是他的小弟Bronny的四倍 但后者仍然进入了第二轮 被胡人选中 而Bougie Alice接下来还需要为了一份双向而努力 本届选秀大会最惨之人 应该非他莫属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